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提起來阿彌陀佛 我們進入第四歸井的探討學習 我們每一次見面 一個禮拜就過去了 所以這個禁開頭就是要謹慎 不要把時間光陰留掉了 古人的美德 這個習光陰 比習精子還重視 寸經難買寸光陰冷 其實我們像陳德過了中秋了 算一算還有幾個禮拜 所以假如一個禮拜很快就滑過去 那這個自己要高度的警覺性了 這個佛號有沒有提得起來呢 這個心中牽掛 禪鬧的事有沒有越來越少了 遇到人事靜緣 有沒有更理智 不感情用事了 不感情用事了 不意氣用事了 這都屬於我們要自我堪念的部分 師父領進文 修行要靠我們個人 所以這個謹慎 所以這個謹慎 為保家之本 其實謹慎 也是護好我們 的法身 慧命 那我們一起探討 弟子歸啊 我們是教育界的同道 那教育我們大分三個元素 生教、嚴教、禁教 當父母的做什麼事啊 不衝動 這個很久慎 這個無形 影響小孩了 這是家庭的氛圍了 班級也是這樣 假如 有些慌慌慌慌慌 老師啊 老師啊 我們沒有被學生 他的這個浮躁影響 慢慢說慢慢說 不要著急 那可能 我們帶這個班兩年下來啊 孩子 可能聽這一句 慢慢說不要著急啊 聽了很多次了 他也不知不覺啊 他也不知不覺啊 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了 就像呢 這個陳德啊 十八歲 考駕照 會開車的 我是不會按喇叭的 我是不會按喇叭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成長過程啊 聽了很多遍 父親說 父親說 再快啊 也 不差那五分鐘 開車的狀態 不要著急 你一著急了 你可能就按喇叭了 像我們在歐美的地區啊 那這個 就是很難得啊 他們只要看到行人了 車子就慢下來了 讓行人先過啊 我們想一想啊 這些生活的細節情境啊 對當地的人心有沒有影響 有 人家開車的人都懂得啊 那人家行人先過啊 他有這樣的理念 也影響他這顆心啊 變得比較不符咒 比較懂得替人想 禮讓人 所以這都是生活的一種 禁教啊 對人的影響 有時候我們想一想 父母對我們的影響 什麼時候啊 具體是 哪個年齡 哪個月哪一天 你也想不起來 所以我們弟子歸啊 我們自己讀誦的時候 想一想 這句有沒有成為我家庭的家教 家庭的氛圍 有沒有成為我班級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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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他沒養成好習慣呢 他就不懂得自愛 自重了 那他不自愛不自重 要求他去愛人敬人呢 這個有點沒有這個基礎了 我們體會越深了 就會掌握機會啊 多提醒孩子 養成這些習慣 因為養成習慣呢 絕對不是講一次講兩次啊 那就變成習慣了 所以這個交織啊 左邊兩個叉一個小孩是生教 右邊手拿著樹枝啊 是耳提一面面的耐性 一個字裡面透出了兩個中二的精神 大家不要覺得兩個很少 我們今天面對一個學生 我們有點力不從心的時候啊 可以用這兩個精神關照一下 我的生教過不過 今天我在面對孩子的時候 我有沒有動脾氣 動脾氣 動憔悴 最近 剛好 跟同學們 在一起學習啊 誓書 大學裡面 大學裡面 講到 邪舉之道啊 所悟於上 所悟於上 無以死下 所悟於下 無以世上 今天領導對你很兇啊 那你不要這樣去對下屬啊 所悟於上 所悟於前 所悟於前 無以先後 比方說這個婆婆 對這個媳婦不好啊 脾氣很大 等到這個媳婦變婆婆啊 什麼媳婦熬成婆啊 那你不能以這樣大的脾氣啊 再去對待你的媳婦了 這個就是書道了 這個是 大學啊 中庸 中術為道不遠啊 師諸己而不怨 義務施於人啊 誓書裡面都灌著 就像倫語說的 曾子說 夫子之道是 一以貫之的 就是中術了 我們面對一個學生 中 我盡到全力了沒有 這個靜 靜力當中啊 還含著 有沒有檢討 方式方法 這個方式不適合他呢 我有沒有再試其他的方法 啊 舉一語不語三語反 則不負也 這個負啊 也可以延伸到啊 不用重複的方法 因財施教嘛 哎 這個方法不能讓他開窍了 我試試另外的方法 哦 那樹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經驗呢 啊 你面對經濟朋友 在跟你談話的時候啊 啊 他對人 情緒上來了 很兇的樣子 很兇的樣子 你一下被他那個 情緒啊 影響了 好像聽他講的話呢 不是記得很清楚了 啊 就頭有點懵了 啊 諸位忍者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呢 啊 我也遇過一些朋友說 哎呀 我最怕遇到強勢的人 我遇到這樣的人 我就慌了 當然 你不能一直都慌了 我們要經一事找一智 是吧 你不能這個 心上落一個印象 哎呀 我最怕遇到強勢的人 然後每一次都節節敗退了 嗯 立事練行啊 練什麼 練不要落印象 很落一個印象 就一招被蛇咬啊 十年怕吵神啊 都是練心地功夫啊 沒有練事法 只有練心法 啊 我們面對這個人這件事啊 心都做不了主了 到底我心地上要下什麼功夫啊 我在這樣的境遇才做得了主啊 所以我們今天從事教育工作啊 最核心呢 練心法啊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啊 犯恐誠心未知啊 哎 哎 藉這個機緣呢 能不能把我的真心 真誠心練出來 你看這個五輪關係裡面呢 最重要的是 練出真心來 好 那我們探討一下 你看五輪關係裡啊 比方說父子關係 父母全錯 兒子全對 吃不吃灰啊 學生全錯 老師全對 吃不吃灰啊 哎 大順給我們表演啊 他全對啊 他吃灰嗎 順其以大笑也餘啊 這個是中庸的話 德為聖人 他那個德怎麼可以變成聖人呢 對他爸爸後母 弟弟那些境界練出來 哈哈 尊為天子 哇你看他沒吃灰啊 他修煉修煉 最後福報現前了 變天子了 富有四海之內 中妙享之 子孫保之 他的後德還批應了他後代子孫呢 幾千年了 你說吃灰是福啊 吃灰是佔便宜啊 我們看這些古生先往 甚至於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他們的子孫啊 要效法啊 像精說的 無念而主啊 不能忘了這些先主啊 欲修絕德啊 他們表演給誰看啊 給我看的 假如說給我們看的 感覺這個力道還不夠 給我看的 四十八願 阿彌陀佛為誰發的 為我們發的 力道有點不夠 為我發的 我得直向承擔 不能辜負阿彌陀佛啊 人能提起這個不辜負的心呢 就是一種責任感 就是一種報恩心啊 所以老和上說 學佛首先呢 學吃虧 大家體會體會 有沒有道理啊 都肯吃虧啊 這個脾氣就扶不住了 就要跟人家爭著 啊 一切福典啊 不理方寸啊 你看人家爭 火燒光得靈啊 爭著心怎麼可能 福會增長呢 不可能啊 我們真的看明白這些事情了 你真的肯吃虧啊 禮得心安啊 我們還遇到一些漸漸糞糞不扁啊 這個禮啊還不夠深入了 那中數為道不遠呢 離道離真心不遠呢 你看中英這句話很重要啊 老和上知道我們 學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啊 其實這句話再打開來 當老師最重要的 用真心啊 當爸爸當媽媽最重要的 用真心啊 那這個五輪關係就變成 冤冤相暴 沒完沒了了 用真心啊 那就是行菩薩道 那就是行菩薩道 在每一個角色行業行菩薩道 而且還可以啊 同生極樂果啊 家裡的親人都變法眷了 同生極樂果啊 我們要知道啊 我們的家人是我們的依報啊 正報是我的心啊 學生是我們的依報啊 隨著我的心轉啊 佛法這句話講的妙啊 依報隨著正報轉 那我們相信嗎 我們理解了嗎 我們真正去改心了嗎 我們改了之後 起了變化 真的依報變了喔 那我們的體症就不一樣了 我記得 這個都是十九年前的事了 有一個深圳的女士 她就說 哎呀我那孩子脾氣很大 在跟我抱怨 我就笑著跟她說啊 我說這樣好不好 你回去做一個實驗呢 你呢 因為下禮拜見面嘛 做一個實驗啊 你這個禮拜都 克制自己啊 不要發脾氣 他接受過了 他就回去了 下個禮拜來啊 他好像發現了很大的祕密 他說我這個禮拜啊 少發脾氣了 我的兒子的脾氣也悲小了 他一爆隨著震爆轉 他就體會到了 我們有人相信這一句話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孩子學生有什麼問題 那我改給他看 我做徹底了 我做徹底了 有可能呢 他就要開始轉動了 所以為天下者 這是牢上的墨寶啊 寫履四春秋的墨寶 你自己的這顆心 自理天下的人呢 不於天下 於生 於自己的這顆心 於自己的修身 這個墨寶 金屁啊 我們真正遇到靜遠的時候 你是單位的老闆啊 用功都下在這兒嗎 我們當老師用功都下在這顆心嗎 這顆心是本耶 我們沒有下在這顆心啊 都下在孩子學生身上 叫本亂而墨制著佛誼啊 這不可能啊 所以大學整部啊 在指導我們看清楚 本目 先後 應該先做什麼 後做什麼 隨時能看到本是什麼 我們看不到本呢 我們所做的事叫捨本足目 本目到自然 好 那剛剛跟大家提到 好 我們的思維 我們隨時在面對事的時候都想著 本在哪裡 這個思維不容易有 我們習慣著在相場 我記得 這個在海口的時候 剛好被邀請了 到一個企業 去 而且是跟他們的主管呢 交流 那他們請問我分享 這個傳統化有關管理的部分呢 好 那我首先呢 就跟他們提到了 說今天我們一起交流管理啊 請問大家 一想到管理啊 管理誰呢 他們馬上就回答了 好幾個人都回答了 當然是管員工喔 這是他的一個思維狀態 對 那倫語叫我們為政啊 好 孔子說呢 其身正不令而行啊 其身不正 雖令不同 我們自己不正啊 去命令員工啊 他不服的啊 正者正也啊 啊 為政管理眾人啊 最重要的是政極啊 啊 子率以政 俗感不正啊 啊 哎 這個才是正確的管理的觀念啊 啊 啊 所以我們現在教育的觀念 哎 哎 都要 以禮記學記 啊 以詩書 啊 以牢上 啊 他的嚴教身教啊 哎 為標準呢 來思維了 不然我們本來的那個習慣呢 還是挺強的 啊 尤其哪一個習慣呢 自我 以自我為中心呢 那這個自我中心假如不放下 要體恤別人呢 不容易了 舉個例子 啊 像 啊 我們在儒江啊 辦學 啊 三年之後 啊 這個姻緣呢 告一段落 那我們一些同仁呢 回去了 哎 回到他的家鄉 啊 或者下一個姻緣 哎 人家邀請他 來辦學 哎 他假如把儒江的模式啊 套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自我的 角度了 自我的經驗呢 其實緣變了沒有 緣變了 條件不同 緣就是條件了 那可能這些地方 並沒有儒江的條件了 假如我們沒有素到射身處地啊 哦 那 你可能呢 好心辦的壞事了 因為我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了 啊 所以 很多事情是練我們了 不要自我中心 要射身處地 嗯 嗯 啊 明之所好好之 明之所悟悟之 這個是不能體恤人民的心情啊 哦 那 我們 弘揚中華文化 老闆上說 中華文化 一個字孝 啊 又一個字代表 啊 那今天我們是 傳統文化的單位啊 那一定要把孝 不是講出來 做出來 哎 哎 團體 有同仁 父母病重了 啊 你不能還叫他工作啦 不然他會爆漢諸生啊 趕緊回去敬秀 啊 啊 領導 啊 馬上給他批假 啊 那同仁呢 你放心 你哪些工作啊 我來承擔 哦 當然一個團體啊 也是隨時要應對 哎 哎 剛好有人 有情況 有事了 啊 你不能說一個人 啊 他請假了 團體就撞不動了 就停擺了 啊 那這個就沒有 危機處理的彈性了 哦 這個也是做事的原理原則啊 哦 你看 做人做事啊 哎 我們都要在在 經歷的事當中啊 越來越能掌握啊 哦 好 哦 師長就曾經有提過了 你 這個地方啊 就三個人 你三個人分工了 可是你不能只固定做 做同樣的工作啊 是吧 哦 你得所有的工作都知道啊 哦 不然一個人走了啊 比方說他煮飯了 啊 這個人一走 沒飯吃了 另外兩個不會煮了 哦 你看 就老兒子在指導我們怎麼做事啊 哎 但是 假如今天你的團體是一百個人啊 那你會不會整個搬過來 哎 其他九十九個人都得會啊 那 你就學傻了 學笨拙了 啊 啊 這個叫 啊 什麼 死斑硬套的 哎 東方的智慧真的是要活學活用的啊 不是被公式的啊 X加Y等於Z啊 萬法因緣生啊 那每一個 每一個情況的因緣都有差異的啊 你要靈活運用啊 哦 哦 哦 假如是一百個團團隊的 那可 他可能要熟悉什麼 熟悉他那個部門 哦 哎 一個同仁請假了 哎 我可以頂他的工作 哦 哎 他熟悉這個部門裡的一些工作 哦 可以補位啊 哦 所以法無定法 哦 不知道諸位忍者 聆聽到法無定法 這四個字什麼感受啊 哇 學的時候 活的 哎 活的東西 嗯 我也曾經 跟同學啊 交流 我跟他講講講講 講半天啊 我跟他分析啊 啊 這個利弊啊 這樣講講 講到他半天啊 他就回了我一句話 法師啊 你就告訴我怎麼做吧 哎 哎 諸位忍者啊 你遇到這樣的人 你要不要具體告訴他怎麼做啊 嗯 嗯 哦 他那個認識裡啊 到時候被委屈的情況不是這樣啊 啊 他說法師你害死我了啊 哈哈 嗯 大家看連中醫 啊 他這個人病得比較重啊 啊 他一開始開藥 這個中醫會不會一開開三個月的藥啊 啊 不會的 他得探探路啊 哈哈 你先吃三鐵啊 啊 任何情況馬上跟我回報 隨時調整啊 那這是治身體的病啊 啊 治心理的病 啊 啊 這個也是要 視他的情況的轉變啊 啊 隨時調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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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們說傳統文化單位啊 要把孝道表出來 人能宏道要做出來啊 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 為之被得 一個弘揚文化的人 能狠心不管父母 不安父母的心 他能把傳統文化弘好啊 I can't believe it 啊 我不大相信 能做到這一點 甚至於啊 你是一個單位領導人 你都要有術道啊 體會這個員工父母的心情 一個領導者能這樣 這叫紅豆 對 嗯 交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負責也啊 你假如不替你員工的父母走想啊 那可能這個領導者自身的孝道啊 還做得不夠 才會這樣啊 才會這樣啊 嗯 我們 對父母真有效啦 我們也能體恤到天下父母心啊 嗯 你看到別人父母那種擔憂的表情 你都很自然的會想到自己的父母啊 所以真正啊 你做領導缺在哪 你跟人相處缺在哪 根源都是缺在啊 跟父母的相處 好 我們當領導強勢了 因為我們對父母啊 並沒有做到 憂色柔身 好 生愛婉容 柔身下氣 喜以誠信 便是和氣隔天之本 你能這樣對待父母啊 你當領導也不會強勢的 為什麼 你的員工也都是別人父母的孩子啊 你當父母當得很用心的人 你會去凶別人的孩子嗎 人同此心啊 心同此理啊 所以這個書道就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啊 其實我們的心念呢 我們要觀照得很深入啊 不然呢 會自己騙自己了 哦 而且這個片呢 合法掩護非法 哦 所以修行沒有打破自欺這一關 不簡單 哦 這個下年老說的 須打破自欺一關呢 是有商量處 那濁然見得滿身過失 功夫誰有著手處 那不自欺啊 我們要看自己的心地 要看得很深入 心緣隱微處 比方我們今天面對事了 遇到挑戰了 有點退縮了 自己沒承認 哦 還說 哎呀老和尚說 隨緣啊 隨緣啊 哇 你看沒有面對自己的心啊 還讓老和尚出來給他 鍊背 那這個這個不躲動了 哦 因為我們只要說 老和尚說什麼 人家也不好再接話 再接話 你再補一句 你不尊重老和尚的教育 哇 這個這個帽子一扣上去 沒幾個人說得了 嗯 常常會說老和尚說什麼 要去說服別人呢 這個心境已經不柔軟了 你要讓人家心悅沉浮接受 而不是拿老和尚的經驗 要讓人家就範 讓人家一定要聽你的 那個心都偏得很厲害了 嗯 嗯 嗯 你心地柔軟的人 看人家不是很難接受了 不強求了 我先好好做吧 哦 所以學佛啊 最重要的是放下喜氣的 不然學了否則 拉著老和尚的話 更強勢了 那就太願望了 遇到老和尚這麼好的老師 結果還增長我們的強勢習氣啊 那不是焉大頭 我也跟大家有探討過啊 萬法應援生呢 我們自己也是因緣生呢 就是整個家庭的因緣環境 甚至於我們讀書的那個年代 大家回想回想 每個年代 整個環境的影響一不一樣啊 很不一樣啊 我記得我念初中的時候啊 初一 初二 初三呢 都不一樣啊 我們初三 男孩子打架 還得有個師出有名啊 是吧 這個人太過分了 要修理他 雖然沒有講替天行道 這個就不會了 但是人就覺得這個人太過分了 才打了啊 到了初二初一了 不高興就打人啊 一年跟一年的影響都不一樣啊 那 我也自我分析啊 我兩三歲啊 就到高雄市了 那是經濟快速開發的區域啊 我有沒有受到這種拼經濟的影響啊 你看 社會當中講的 拿個工作好啊 第一醫生 第二未兵 第一就是做醫生 第二賣兵 賣兵很好賺啊 你聽多了這些 這些談話 自己受不受影響 哇 都不受影響啊 那是六祖的根性了 本來為物 合住了 塵埃啊 不知不覺受影響啊 嗯 假如沒有洞察到自己這種成長過程 還是這種功利心的話 那到了佛門來啊 自己處在領導的位置了 安排任務 達成某個 你看我們達到了 無法立身啊 眾生得意啊 哎 但是這裡面有沒有 因為人家聽課說 哎呀 你們辦得太好了 哇 那個讚嘆 慢慢慢慢這種名利心啊 在增長啊 哎 多辦一點 這樣受用的人啊 多晚 每個月都辦 哎 結果身邊的人 累垮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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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跟我說 哦 那時候還沒出家 蔡老師啊 怎麼跟你一起做的人都這麼瘦啊 哦 你看這個是不是佛附上來點話自己的 呵 大家想一想啊 有個半半 哇 上完課的人都受益了 結果身邊的人累了 那我這個 我這個是利的心啊 還是意的心啊 哎 都很有可能自己騙自己 你沒從心裡有微處看啊 看不清楚自己的啊 看起來 這是牢上要完成的 目標 但你要完成這個目標啊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心有沒有用對啊 這個才是本啊 哦 哦 我也曾經 跟 哦 同兄們 大家都是來鴻護正法的 啊 我們也 探討到了 叫義工 義 義工 有些人可能就認為 沒領錢叫義工 呵呵 有領錢叫職工 哦 那怎麼這麼定義啊 沒領錢的人走路有風啊 啊 其實走路有風啊 那個功德就沒了 呵呵 功德就被這個 有一點點傲慢啊 哦 我跟他們交流到了 你做義工 啊 我假如是在台灣交流啊 我就會 舉例子了 啊 王永慶先生 經營之神啊 哦 他要賺那麼多錢啊 他很努力呢 哦 比方說人家 啊 希望去參觀 啊 他的經營啊 啊 因為好了 啊 他確實也難得他接待了 哎 中午一起吃飯吃吧 便當 哦 他很簡簡單哦 哦 你看他工作到90歲 所以還在工作啊 很努力的哦 你看他賺了不少錢吧 哎 我們現在修行啊 也要賺西方財啊 出事的財啊 西方財啊 對 王永慶那麼多錢啊 最後呢 萬般將不去 他一塊錢也帶不走 我們的西方財呢 哇 你看 普賢行業品 經文裡面提到了 哦 你身體敗壞了 哦 你的家境眷屬啊 你都帶不走了 哦 他們也搬不了你了 這個時候啊 你普賢行的功德力啊 會帶著你去西方基督事件 這管用啊 好 那代表西方財 比世間財 管用太多了哦 哦 那請問 那我們的努力 是不是要超過王永慶呢 哦 我是跟大家探討啊 沒有 逼大家要點頭哦 哦 哦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 哦 那你做義工不能 我又沒領錢 隨便做做 都可以這樣啦 哦 要比王永慶認真啊 這個西方財 比王永慶的錢 管用太多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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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我們跟義工們交流這些理念啊 什麼時候的交流 勝於是 他還沒開始工作啊 就要溝通這些觀念 心態了 哦 你不要來做做做的出現一些心態觀念的問題 你再去糾正就不高興了 什麼事都有實覺姻緣啊 機不可思啊 時不再來了 就像我們蓋班呢 哦 有經驗的老師 啊 接了一個新班來了 開始來上課 第一課 啊 就開始念課文 不大可能啊 是吧 首先立規矩了 而且要先延後寬了 你一開始嚴格 慢慢慢慢 學生養成規矩了 你稍微放寬一點了 這個小朋友就覺得 哎呀 老師好仁慈哦 哦 哦 因為他的印象留在後面 哦 人念其慧 這個也是隔音別路裡面的教會 這都是人情勢理啊 那是先寬後眼呢 能記其哭 你一開始很寬鬆啊 最後場面控制不住了 開始對他們凶了 啊 這些孩子 留在心中的就是 哦 我們老師太苛刻了 哎 那我們能夠掌握 時機 我們說機不可思啊 最重要的還是練這個心 我們心假如不夠安定 這些機緣都會流過去 因為我們會浮躁 就掌握不住這些機緣了 我們也沒有經驗 啊 我忘了 啊 太可惜了 那我們總不能一直啊啊啊 是吧 用監獄一試掌握一致啊 到底問題的根源在哪 心啊 那一天 我們有一位 吳老師 他是我們 漢權第一屆的 畢業生呢 現在拿到博士學位 也回來教書了 那當然我們 看了都很欣慰了 假如今天你在學校任教 結果 有一天 你教了學生呢 一起回到學校來教書 我看你當老師 以後覺得很欣慰了 那 我們院長很用心 就提醒他 這也是情轉法輪 你說普賢醒在哪 你用對心啊 普賢醒是每天的生活 看到哪一個學生的優點 你一讚嘆 稱讚如來 其他的同學 見仁善即時起的 你也是對其他同學的供養啊 普賢醒就是生活啊 就是處世帶人間物啊 那人都有先路為主的想法 一天他要分享 他怎麼拿到博士學位的 那我可能一開始想 嗯 分享分享 怎麼寫論文啊 用哪些方法啊 是吧 結果這五老師 就講了三點 第一 不要怕難 第二 不要求快 第三 不要對學術有成見 講完了 假如這三點喔 真正記在心中 我看這個博士學位 no problem 沒有練四法 只有練心法 啊 他的心隨時都保持在正面的狀況 不會被境界轉 哪有可能這件事辦不成呢 嗯 所以我們教孩子弟子國藝 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心裡的素質啊 嗯 嗯 那我們聽到這裡 舉一反三啊 可不能聽到這裡說 喔 那是寫論文 這個不干我的事啊 哎呀 這三個心法啊 你用在任何你現在要處理的事都一樣 你的工作 你的人際關係 家庭關係 這三點你能做到 這事就解決掉了 不要怕難 喔 有時候跟同學們一交流 夫妻關係 哎呀 那個頭就一直咬了 哎呀太難了 或者 談到念佛 哎呀太難了 我想太多了 他的障礙不在外面那個境界 哎呀 再來他的念頭啊 啊 啊 靜遠無好醜啊 好醜其心啊 啊 啊 靜遠無好醜 佛號一少過啊 嗯 這種分別執著的念 趕快阿彌陀佛 啊 平常心去面對 啊 平等恭敬 啊 啊 面對每件事 每個人 啊 啊 長就是不變 啊 面對人事 不變的是 念念為他人做想 啊 啊 念念不忘初心去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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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頒比就生煩惱了 哎呀 你看人家頒上的學生都這麼好啊 哎呀 一頒比就生煩惱了 這不是平常心了 這真的不是在學生身上 也不是在事情上 在我們的心上 我們的分別執著才是障礙的根源 靜界沒有問題 啊 人主心人遇到歌力王 就已經給我們表演的淋漓靜置了 可人魯仙人沒有任何錯啊 歌力王這麼殘暴啊 也障礙不了人魯仙人的提升呢 一暴隨著正暴轉呢 我們的心啊 很重要了 我們的心 長存周數啊 得了我們呢 不會卡住 假如 諸位仁者 你現在面臨一件事啊 是在卡的呢 覺都有點睡不著了 那 歡迎呢 把這個事情提出來 可以私底下給我 然後呢 我在跟大家探討的時候 這個時空啊 張三會變李氏啊 新加坡會變馬來西亞 不是 這個北方變南方 新加坡變馬來西亞 犯馬來西亞 這個時空我會轉換 大家 要信任我的職業道德 然後 再來探討探討 真的 那個中速的心能提起來啊 心念一轉 就不會卡住了 好 那 就像剛剛跟大家提到 我們都有經驗啊 人家一強勢給我們講話 我們就有點聽不清楚他在說什麼了 那己所不欲啊 勿施於人 我們有這個感受啊 那我們對學生講話 就不能強勢啊 有時候一強勢啊 那個孩子也慌啊 不知道你 你說什麼話 到時候你又沒體會到他的心的狀況 有時候我都跟你講了 你還不做 你越這樣他 他以後聽你都是慌慌的 所以我們對待學生啊 要隨時能看著他的眼睛 其實我們一有情緒啊 我們就被自己的這種情緒感受啊 整個籠罩住了 要再去體恤到對方的情況就不容易了 所以父母老師 要教學生呢 要教孩子 不要有情緒 有情緒的時候 先緩一緩 先練練佛 練五分鐘十分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體會 比方說你現在聽到這件事了 哇 你很想馬上去處理 你看 這個 毛子啊 有很多念頭冒出來的 然後提醒自己 緩一下 緩個五分鐘十分鐘 念念佛 念著念著念著 發覺 你在 起的念頭啊 跟十分鐘前 不大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十分鐘以前啊 帶點氣 十分鐘以後靜下來了 帶點柔軟 替他的設想 所以中央說 喜怒哀樂之為發 為之中啊 發而皆重結啊 為之和啊 那代表跟人相處啊 雖然我們喜怒哀樂不能全部斷掉啊 還不到那個功夫啊 也要懂得節制啊 懂得用佛號來節制啊 好 懂得不怕念起 只怕覺恥啊 保持忍靜啊 好 這樣我們才能跟人呢 是理著用核為貴啊 來處理事了 真正一次兩次三次我們體會到了 我們就不會在 心不平的狀況去處理事去 去跟人溝通了 甚至於是 回人家的短性啊 都要是心平忌合的 心平忌合才能言啊 在老子中留給我們的提醒啊 忍得一時之氣啊 免得百日之憂 這個憤怒啊沒有忍住了 口不遮眼啪出去了 關係搞壞了 你就開始在那裡傷腦筋了 怎麼去送點水果啊 那是想想想想半天你看 一句話忍不住啊 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去園場啊 別給自己找麻煩了 所以這個都是警啊 警言 盛行啊 我們 我們 互內一個團體啊 要警慎 要能體恤人心啊 所以一個團體的向心力怎麼來的 你都能理解同仁 甚至能夠啊 愛屋疾屋 去體恤到他家庭的狀況 哦 比方說這個義工 他在單位當中啊 他有負責的職事啊 可是他現在家庭需要他 你假如是 單位的負責人 你會怎麼做啊 哎呀 他走了我就缺一個人手了 哎 然後你還告訴他 哎 你多做一些功德啦 回向了那個事就解決啦 這有點直理廢事啦 你得救事入事啊 是吧 今天他不回去 他家裡的人對他不理解 那可能會延伸出問題來了 你還在那 講那麼高的道理 直理廢事啊 不所當啊 我們也見過啊 這都是老修行人啊 對孩子講 你去給人家道歉磕個頭 人家老和尚都可以給人家磕頭啊 你為什麼不能給人家磕頭呢 哇 那阿彌陀佛一點啊 那才十幾歲的孩子啊 你就拿老和尚的標準讓他幹啊 你看這樣的孩子會學成啥樣啊 兩種情況 要不呢 就被你壓的啊 傻傻的 怕怕的 要不就 我不幹了 哈哈 被你壓到最後不幹了 大分這兩種結構啦 所以為什麼學傳統化的孩子 後來很不快樂啊 我們都是素道 哪有可能他會不快樂呢 所以啊 修行最難的 不能出現執著點啊 不能執著啊 一執著了 心就不在道上了 不是真心待人了 其實說實在的 當我們講這些話的時候 老和尚都可以這樣 你怎麼不行啊 我們講這個話的時候 對人都有控制要求在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的心念啊 我們都是在外啦 沒有在 關心圍繞啊 關自己的心念啊 好 經剛經講了 若心有助 即是非助 我們心上有控制要求 這些執著展生了 煩惱展生了 我們就不是住在真心了 因我所住 何生其心呢 你沒有住 提起的才是真心呢 好 所以我們一不小心呢 直理廢事 或者直事廢禮 直事 早晚功課 都沒缺 但做成形式了 直 直事廢禮了 早晚課的目的是什麼 有沒有達到啊 好 坐在形式上呢 那還是直啊 直事了嘛 所以剛剛跟大家分析了 我自己成長 在大 都市 這個功利心啊 動機 警覺心要很高啊 不然這個力就要冒出來了 趕快要轉成義啊 道義 情義啊 替人家考慮啊 那今天 這個義工家裡真的有困難 你在精神上 甚至在方方面面 只要你能做到呢 你幫助他 等到家裡的事情 處理好了 你想啊 他會不會想再回來啊 而且他再回來的那種心情啊 不一樣啊 他感受到這個領導 對他的這種情意道義了 那再回來啊 啊 叫做 叫做 鋼藝 鋼粉嘛 鋼藝 就是很鐵的義工啊 都不會離開的了 是吧 你不能一時需要忍手 你沒有去替這些義工著想 那你這個還是利的心啊 不是義的心啊 你就不能凝聚人 人心啊 所以一個團體叫流動率很高啊 那我們領導者就要考 反思我的心念 那流動率是一暴啊 隨著自己的正暴轉 叫做領導者很重道義啊 這個團體的凝聚率就越來越強了 沒人願意離開了 沒人願意離開了 因為現在找一個 重義的團體 也不容易了 而且修學啊 我們也是善有為一啊 有這樣好的環境 都是倍感珍惜的 好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領 首先呢 朝起早夜眠此 老義至喜此事 好 那這個為人子啊 盡量早起 晚上啊 晚點睡覺 因為人生歲月很有限 光陰容易流逝 那當然 我們 考這個 思考到 在古代啊 這個為人子啊 要靜秀 所以早上起來 服侍父母啊 慣喜啊 所以早起早啊 夜眠此啊 這個詞不是熬夜 但我們跟他依文解義啊 三世佛喊冤枉啊 不然 喜歡熬夜的人 看到這一句了 弟子歸說夜眠此啊 是比父母晚睡 因為要服侍父母嘛 啊 像 這個 老兒上身邊的弟子 服侍完 老兒上啊 老兒上休息了 那弟子們再去休息了 是夜眠此啊 是夜眠此啊 當然 這個 時間啊 確實很快啊 這個 昨天還在談 我當時唸師範學院 的情況啊 已經二十五年過去了 好快啊 好快啊 現在想起來就像昨天一樣 那同學們的表情是怎樣 坐在車上聊什麼 都還歷歷在目啊 啊 我也二十多年沒跟他們見面啊 說不定現在他們孩子都很大 好 所以這個時光啊 要珍惜了 好 而且呢 這個 我們看到啊 現代的人呢 通宵達旦呢 啊 這個是 虛 這個浪子精神 把身體搞壞了 這個是 不妥當的 哦 所以這個話提醒啊 朝起早夜眠此 也是提醒了 比較是 懶惰 比較貪睡的人呢 哦 可能七八點了 哎呀我想睡覺了 哎 是針對這樣的人呢 讓他珍惜光陰呢 決定不是說 熬夜 哦 林哲局先生有說 不惜元氣啊 福藥無益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有在吃中藥啊 那熬夜就是浪費錢啊 哦 也是浪費 醫生 浪費這些 照顧我們的人啊 哎 這樣 辜負很多人啊 嗯 哦 所以不能熬夜 哦 而且 照這個憂鬱症的研究報告啊 啊 啊 憂鬱症患者呢 呢 熬夜情況呢 呢 在很大部分 哦 你看一熬夜呢 你身上的這個陽氣啊 消耗了 哦 隔天呢 又睡到中午睡到下午啊 那個陽氣都很難生發的好了 久而久之 這個陽氣就很不足了 啊 陽氣越不足了 你就越不想出門了 啊 惡惡性的循環呢 哦 所以這個曾國藩先生 他自家有方啊 啊 給子弟的規定 啊 其中一條就是要早起啊 哦 還要 服勞務 雖然家裡 啊 這個經濟不錯啊 但是也沒有亂花 哦 這個也不是請很多用人 子弟也要自己勞動 動才會生陽氣 你看現在的人都不動啊 就懶懶善善的 哦 晒太陽會生陽氣 啊 多行善 會生陽氣 善生陽 喜生陽 啊 家裡一談話 多聊些 回憶 高興的事情 啊 不要不要一聊就 哎呀 人生苦短了 哦 那家裡的氣氛就 啊 我談到這個人生苦短啊 我就想到我高中去參加救火坦活動啊 我當時也是這個朝氣蓬火的啊 啊 去爬河觀山啊 結果呢 遇到一個差不多啊 應該有三四十歲的人 一個男士啊 他是學佛的 他是學佛的 他面對我們都是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啊 每一次他一講話 第一句話 哎呀 人生苦短啊 我就露了一個印象 這學佛的人 啊 哎呀 我這個佛緣起得比較晚啊 可能跟他也有一點關係 哦 因為我們也不懂啊 就露了這個印象啊 哎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看到 孩子好像很沒有精神 沒有朝氣啊 不要值得往外看 看看自己的展現如何啊 說不定就找到問題的根源了 說不定就找到問題的根源了 哦 哦 那 這個 是他長身體最重要的 那幾年裡面啊 假如他這些年呢 他都是熬夜 那對他的身體影響非常大 而且啊 雖然只有短短幾年啊 影響是他一生 影響是他的學業 事業 家業 道業 因為身體不好啊 這些事啊 大打折扣了 哦 所以能 我們教了之後啊 這個孩子養成 生活的好習慣呢 哇 那這個老師真的是功德無量 這都是應得啊 所以我們要道法自然 生活做喜 都如此 飲食 這個 飲食有節 你看後面又講到 對飲食物檢則啊 齊居有償啊 齊居 都要順著自然規律啊 不忘坐牢 不要透支身體 這個除了自己保護之外啊 也要體恤啊 也要體恤啊 不要透支了 家人 朋友 的身體 或者同仁 甚至是學生 好 我們也有遇過啊 聽到 哎呀 他學校犯錯啊 被老師罰功課 罰到寫到十一點多 有時候我聽到這個我也很心痛啊 那孩子在長身體 也熬到那麼晚 那等於是我們 處罰孩子 處罰當中 也沒有離開這個 替他受想的心啊 我們假如處罰了 體恤不到了 但是我們處罰當中啊 帶有情緒啊 你一反思起來 真是這樣 都是心的問題 孔子有一個學生 叫高才 他在衛國當官 他給一個犯人判刑 這個犯人犯的錯比較重 他想盡辦法 希望撿他的刑案 最後呢 還是 得要啊 把他的腳啊 切掉 切掉一隻 應該是膝蓋以下切掉了 後來實在已經靜密了 就執行了 結果衛國內亂了 他 然後呢 這個高才啊 就逃出去了 在逃的過程呢 就遇到了那個守城的人呢 就是被他判的腳切掉的 那本來心裡想啊 那我逃不走了 那我逃不走了 結果那個人啊 馬上呢 帶著他 幫他討啊 然後就告訴他 你看這個城牆 這裡有一個洞啊 你趕快爬出去吧 結果這個高才啊 就說 君子不可以爬洞啊 當然他到這個情況呢 都記得 老師教他的啊 他只是沒有便通而已啦 他可以以利啊 在遺難當中 還是老師的教誨 不能違反 後來這個人呢 又找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比較低啊 你爬過去吧 君子不能爬牆啊 後來一看 哎呀 好像有人追來了 就給他先躲在一個房子裡面了 後來就躲過為難了 哎呀 那個守門的人呢 救了他呢 這個高才啊 很感動就說 哎呀 昔日啊 我盼了呢 把你的腳切掉 你怎麼還幫我啊 高才說了 所以他感受到啊 大人啊 你已經盡力在幫我了 而且當你這個判的這個刑啊 在執行的過程呢 你的眼睛啊 透出了很難過啊 所以你看這個犯人感受到了 你看父母子女之間也是啊 打在兒身啊 痛在娘心啊 這個我是 我母親就打過我一次 深刻體會這句話 你雖是處罰 但是父母老師那顆心 孩子是感受得到的啊 我們這個處罰不是發洩情緒啊 而且現在 比方說 我們自己的孩子要打 那你打的目的是什麼 那你打他 他服不服啊 假如我們自己都做的不好 都是苛刻要求他 打他他不服的啊 那我請教 周圍當父母的人 你們打孩子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得到他心裡服不服啊 有沒有考慮這一點 有沒有考慮這一點 我都可以感覺到 先父 我小的時候犯錯 他打老人家批評我 指導我 都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結束的 都是在 這爺爺爺 尤其是這個孩子也是 不是不服氣的狀況 看到孩子是結束了 結束的氣氛呢 是和諧的 這個都是父母啊 他在這種淨源當中 他是清楚的 所以市長說 面對境界要清楚啊 這一句話挺有味道的 其實我們情緒脾氣一來啊 都不清楚了 不清楚自己 也不清楚對方 也不清楚現在這個情況 對全家的影響 都不清楚了 隨緣要能妙用啊 就能有自己在這一件事當中成長 哪怕你是處罰孩子 自己都成長 孩子也成長 這就妙了 妙在啊 不能動情緒啊 掌握情緒 才能掌握未來的 那現在整個都市的步調啊 熬夜都變成常態了 但是我們修道人呢 不隨波逐流啊 所以中庸說的 君子和諾不留啊 強摘角 這個流就不隨波逐流啊 我們不去要求別人 馬上要改啊 但我自己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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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 比如說要求孩子 不要一直玩手機啦 你看我們這句話 他要福啊 首先 重點在哪 重點在我 做表率 給他看啊 這件事不是小事啊 這件事攸關孩子的一生啊 孩子不懂得用手機 完全被手機控制住了 那還有未來嗎 我們的深教 敬教 敬教 言教啊 要跟上了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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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廟法師 我們院長啊 他就回想到啊 這個 朝起早夜 免子 老義子 習此事 他想到老人家 他珍惜時間的榜樣 啊 市場老人家 這個 陳德也見到了 啊 要出國啊 啊 那 整個出門的過程啊 搭飛機啊 啊 這樣下來也 可能十幾個小時都有啊 飛得遠一點 甚至於 光是在 飛機上 就十幾個小時啊 好 啊 像 到南比德 下了飛機 還有五個小時 車程啊 那老人家 從出門啊 就一直在聽 靜休節要報恩談啊 黃念老的教誨啊 後來 還到了目的地啊 啊 啊 老兒子笑著說啊 啊 我們聽三遍啊 啊 啊 時間呢 都沒有浪費的 看老兒子上 他修情這麼高了 他還 一分一秒 都不浪費 都認真學習 那我們更要認真了 更不能浪費了 啊 啊 勿使一秒鐘空過 啊 啊 勿使一句話 空說了 好 哦 那 你看睡覺啊 適中的時間 該睡的時間要睡 啊 當然也不能睡太少 啊 你用力過濃啊 傷了身體了 這都要考慮啊 我們都有見過 很靜靜的 每天睡四個小時 後來身體有點傷到了 嗯 都要用鐘啊 啊 我們是中華民族啊 這個鐘字有味道了 啊 不能顧 不能不急啊 啊 中央裡面的榜樣啊 大順啊 直起兩端 用其中於明啊 啊 所以這個 孔子是君子而時中啊 時時能保持中道 其實中道在哪 我們看到 錦的這些句子裡面呢 衣貴結也不貴滑 是不是要尋中道 啊 你不能穿得太奢侈了 你也不能穿得太隨便邋遢了 啊 對飲食物檢測裡面 你看有沒有中道 哦 所以中央是道正的 隨時隨地啊 啊 沒有用鐘了 就會偏了 偏的呢 就會出一些狀況了 啊 嗯 所以你看 東方慈禍編王 也是在提醒我們 鐘啊 啊 所以 拿著琵琶 不能太緊啊 會斷啊 不能太鬆啊 彈不出曲子來了 我們代班也是啊 不我能太緊啊 不我能太鬆啊 都是用鐘啊 好 好 今天時間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